资讯科学研究所 我们廖宏源特评研究员 也是所长 来 我跟所长先聊一下 您今天和我们谈到的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chine learning 特别还加入了multimedia 在念书的时候 我的博士论文里面有一部分 是用Hopfearnet去解 解那个pattern matching的问题 就是三度空间的物件变成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介入 从第二阶段的人工智慧 像Elon Musk 他就说AI is dangerous 有些人不是这么认为 有些人说AI可以帮助大家 您个人的看法 您做AI 最顶尖的科学家 科学家要做的事情 应该是引导人工智慧的技术 来帮助人类 而不是来支配人类 谢谢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 我很喜欢跟年轻人 分享我做研究的一些经验 我今天的题目是当多媒体 遇到人工智慧遇到多媒体 这一阶段就从2010年开始的第三波 人工智慧的革命 因为深度学习的关系 它打破了过去前两波的人工智慧的发展 产生了一个深度学习的概念 那当然我们在台湾就是需要做一些比较能够用来产业发展产业的东西 如果不做是不行的 那因为这一波的Deep Learning它的技术 它在Pattern Matching上面有非常大的功用 所以我们在比如说仿制业 制造业等等 那我这里用这个例子来讲 什么叫深度学习呢 深度学习传统的网路它通常只有在第二阶段的时候 就1980到1990的时候只有最多到三成四成这样 这个网路呢大概都有的都很深 有的八成有的十成有的二十二成有的一百多成两百多成 Resnet可以到很多成 那训练的过程它吃很多的Data 比如说这个问题是训练那个电路板线路板 那线路板因为有瑕疵检测 在智慧制造上面有瑕疵检测 所以当这个它吃掉很多正常跟不正常的影像以后 训练完成以后 任何一张进来的影像 它就很快的可以评断说 它是好的 这是不好的 不好的 好的好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是一个深度学习的一个架构 但是医疗上面它也可以 也可以用来做 比如说 糖尿病的那个眼底检测 左边这是一张 这是一个健康的眼底 右边这是一个不健康的眼底 然后机器学习到底是什么 机器学习其实讲穿的 就是说我们希望让电脑 能从经验里 里头去萃取出规则的一种演算法 无限制的一直透过各种方式在学习 我刚刚讲过机器学习有三个阶段 就是第一个阶段1950到1970 第二个阶段是1980到1990 第三个阶段2010 是因为机器学习 等一下我会讲一下机器学习的烂伤 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要讲到机器学习的开始 应该要先谢谢两个人 一个是 现在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李飞飞 跟他的助理 跟他的那个同事叫李邓嘉 那他们在2007年在普林斯顿 就开始了一个Imaginate的计划 他们用1400万张影像去训练 让他自动做clustering 训练里面的object 从底层开始往上分类 总共分出两万一千种物件 他们做完了以后 做了三年以后 在2010年开始 做了一个叫IOS VR的challenge Imaginate里面两万一千种训练出来的category 因为特别挑出比较常见的一千种出来 来做竞赛 在第一年的时候 大家还是用就是传统的影像辨识的 辨识的方法 所以他得到错误率是仍然到28% 到了第二年的时候 还是用传统的方法 不是用深读学习的方法 他得到26%的错误 到了第三年开始 2012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原因是因为他从26%降到16%的错误率 他是一个八成的一个生成网络 然后他就让错误率一下子就降到16% 所以从这一年开始 没有人再用传统的方法去辨认 全部用深度学习 到了2014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数字已经降到7% 为什么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用机器来取代人类 做pattern matching的问题 就在这里得到最大的一个益处 再来讲一下 各位都记得AlphaGo吧 世界冠军 李世时 不能说他被打败 因为他的战绩是跟AlphaGo的战绩是4比1 他输4次赢一次 但是李世时已经非常棒 非常了不起 因为他至少赢了一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网络呢 其实是训练了可能1000个 9段10段的职业棋手的棋谱 包括他自己 他能赢那一场其实很厉害 你知道吗 他还赢了自己 因为他这个棋谱一进来以后 Google实在很有钱嘛 他有2000部电脑 然后训练了 有多少人在program 这个algorithm 所以他这个棋谱走到某一步 一进来以后 这个透过这个网络 他马上计算出来 说好你下一步要40%下载G11 25%下载H2 李世时想了10分钟 电脑只想了3秒钟 当你跟一个对手在打羽毛球的时候 只要差一点你就死得很惨了 更何况这个电脑 人工智慧的产业因应 当然就是说人工智慧 资讯科学这个领域 其实它是非常非常与时俱进的 你不能够停在原地一直做 因为它随着各种不一样的事件产生 它一直在演进 比如说1993年以后 1993年 英特线大大的发展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透过网络传输的一些内容 就非常的容易 然后 那因为它是数位化的传输 所以它给比如说电影 或者是音乐 很棒的音乐 透过网络传输 因为它是数位化的 所以你可以大量的copy copy以后又不会失真 所以呢 如果把它直接烧到光碟上 就拿去卖了 第一个是我在2000年 1999年所做出来的鸡尾酒浮水印 那这个work基本上就是解决 刚刚我讲的 透过网络传输的这些数位素材 它可以大量制造 复制 不会失真 所以我们要如何保护数位财产 在2000年左右是 在世界上是最强健的浮水印之一 接下来就是怎么样把人工智慧 把它又导向实际的应用 台中大道 台中台湾大道有40个地点 有用语言相机 目前都布在那里 但是我们现在在继续往下做 做那个路网 因为现在只有辨识的技术 知道那些数量 但是这些路口之间要互相通讯 要互相把informations互相传递 才知道说交通号制怎么样控制 目前我是在做路网的工作 掌声感谢我们廖老师精彩的分享 Machine Learning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our future sap! 有条件they都跟我们不合議 感谢观看